移民太多,製造了很多問題 人們攤打手板,福利者又多了 又要撥出款項,資助移民、翻譯、老人家等 全部都要資助,開支大了 所以我們暫造少數民作社會 我估計大多數都投工黨,這也是很正常 因為我們是移民,工黨是贊成移民 第二,他是福利主義 我們移民初到貴境,等錢小,福利主義當然是好的 但當你穩居了之後,摸熟之後 看看價值選擇如何,可能要重新考慮 當然現在除了左右之外,還有所謂綠色 綠色的力量很大,周圍都興起 綠色大約是二十多年前在德國興起 德國首先,綠黨成為州議會的執政者 州議會議員,州政府的執政者等等 現在綠黨在德國都是很大勢力的 綠黨前年的選舉 現在澳洲是沒有多數黨的 努力不夠多數的 努力在眾議院是不夠多數的 很多時候聯合綠黨或者獨立 獨立和綠黨差不多並肩 我覺得,所以Libro當然Libro是這兩三年選舉 每逢選舉都會輸 有一個地方聽說整八年都是選自由黨 但最近輸了,不知前幾個月 整八年的選舉竟然輸了 所以我估計明年的選舉 所以,工黨應該可以贏 因為執政有一個趨勢 有一個momentum在這裏 但是現在Peter Dutton又打移民派 有些民粹就認為現在移民太多了 就向那方面去看 但我覺得不足以推翻 不足以可以使他成為執政者 我覺得,我看看怎樣 大家打倒了 我不知誰贏 我覺得工黨看他的momentum 和看他的政策 大致上他的副率政策是成功的 眾人是叫好的 很多時候會投他 執政黨執政三年 退任比較少 從過去歷史上 一般來說,執政三年下台很少 通常趨勢會容許你起碼六年 你看到自由黨 過去那一屆在11年執政了 之後,Labor好像九年 九年不知十年 在以前Hower更厲害 Hower是11年很厲害 John Howard那時11年 很厲害 所以,跟美國的歷史差不多 共和黨一般來說 自由黨執政任期 比較長 這裏也是 自由黨執政任期 比較長 雖然是長 但我覺得工黨這三年 都是想做不斷做的好事多 都算是多 受歡迎的事都是多 因此,他繼續下一個三年 應該沒問題 但之後就很難說了 即7年之後 另外,我這裏寫著 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其實很可笑 其實所謂左右之分 都是大致上在自由主義這個名行之下 大家的飄忽 其實間中社會主義一半 因為主要講平等 社會主義 共產主義是out of question 共產主義當然 我們最經典的定義 就是蘇聯式 列寧式 列寧斯特林式 那些就是第一 一黨專政 第二 全部公有化財產 不可能的 現在 就算澳洲社會 就算說社會主義 不過是觀念上 價值體系上贊成 就是所謂平等 所謂公義 所謂福利 贊成 但是 在制度上 所謂公有化制度 澳洲這裏都不贊成 譬如很簡單 如果你說社會主義最大的公有化 就是交通工具公有化 是不是國營在這裏? 當然不是 銀行是不是國營? 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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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運 大多數都不是國營 NAP NAP 大多數不是 沒有問題 不是 教授 我想問問問 通常說 例如共產主義就是左派 通常 資本主義就是右派 但是中國已經幾十年成為執政黨 一黨專政 那現在是甚麼派? 那香港現在支持中共那班人 到底是左派還是右派? 這是很複雜的 中國共產黨本身認為自己是社會主義 但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這個中國特色很巧妙 究竟是指什麼呢?他不解釋 你問他中國特色是什麼? 他說人口多,國土大,文革廣播 問題多,水欣三 他多數說好東西 除此之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是來自於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馬克思主義配合中國具體情況化 現在就不說這一句了 現在就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習近平 不是,是鄧小平首先發言 首先說這一句 因為事實上他在政治報告裡面 都是馬斯列寧主義那裡開始說的 一直說到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 不是,習近平 江澤民、胡錦濤 如果你說正式他 他認為自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另外你說他是資本主義 其實西方很多學者專家 有不同的名稱 有些叫做國家資本主義 我舉幾個名字 國家資本主義 國家運用資本的力量 市場力量來搞經濟發展 有些叫做列寧市場主義 都對 列寧的先鋒黨就是一黨執政 就是中共自己認為革命政黨 因此 革命政黨來搞市場經濟 所以列寧市場主義 有些叫做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這個人都知道 起碼有這幾個可以選擇 當然如果你問我 你問我 我不喜歡說資本主義、社會主義 我覺得是列寧主義制度 馬列主義制度 那就是配合 其實他的市場 他的市場 其實是 他對我的就用 不對的就不用 他的市場是這樣的 還有他的 雖然他的民營經濟 都超過一半 但問題是他 民營經濟他不容許 他現在發大 他現在所有的國家企業 就發得很大 特別是銀行 國家銀行等等很大 所以我認為沒有所謂 事實上 他是一黨專政之下 利用市場來發展經濟 隨便你怎樣叫都沒有所謂 因為他的特色就是這裡 利用一黨的力量去推進經濟的發展 他基本上沒有民間社會 沒有所謂public 我們叫civil society 所謂民間社會 基本上沒有 如果香港民建聯 公民會 公民會 支持現有政府 那他應該是右派 其實你根本 中共本身 如果你在 看你在哪裏 如果你住在香港 其實我認為中國政府是右派 所以支持香港政府也是右派 因為中國政府現在其實是右派 不是左派 因為他的左派 社會主義是口頭的 事實上他在使用市場經濟 而市場經濟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的特色 你可以叫做資本主義 不過呢 習近平他相信計劃經濟 是 市場應該牢牢掌握在黨的手裏 是 他其實是 一黨專政下的市場經濟 如果你真正這樣說 但我覺得這些名詞 有可能濃亂頭腦 總之你認清楚他的實質 他的名字沒有什麼所謂 譬如中國仍然自己說是社會主義國家 他對外都是社會主義 國際社會主義大會 他都在大陸開的 美國的社會主義是去參加的 當然了 美國的社會主義 第一就是美國就是社會主義 自稱社會主義很少 社會主義從來在美國都不流行 美國有共產黨的 但不知道現在有多少會員 還有多少成員 所以不是很流行 所以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就是他們標籤這些 當然了 學術研究 每一個學者都可以拿出自己一套 自己一個名詞 我剛剛講的三四個 隨便你跟隨吧 無所謂 但中國講自己所謂經濟發展模式 我自己覺得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很強勁 但他的模式很難說 我覺得他的模式是亞洲四鐵小龍模式 其實過去亞洲經濟發展 我覺得有四波 我自己認為 第一波是日本 日本大家記得五六十年代嗎 特別是東京奧運會之後 他發展得很厲害 一直發展到七十年代 終於有一個哈佛教授 叫做Volga 寫了一本書 叫做《Japan is number one》 這本書當年是 銷售量百萬計的 就是《Japan is number one》 但是九十年代開始 當然是碎落 但是七八十年代 有了亞洲四鐵小龍 隔起 大家都知道 香港 然後第三波 第三波就是中國 第三波之後 就是越南、馬來西亞、印尼 印度 所以你看到 其實那四波的經濟發展 的模式 其實都是一樣的 第一 這個社會不太自由 為什麼要不自由的社會 甚至是獨裁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cheap labor 就是這四波的經濟發展 完全是靠cheap labor 就是製造平價的商品 第二 而這四波的經濟發展 都是靠美國市場 以及歐洲市場 特別是美國市場 根據統計 因為當初的日本和亞洲四鐵小龍 的貨物 百分之五十是輸入美國 而中國經濟發展 前三十年 大家都看到 它的貨品主要去美國 不是去其他地方 因為這幾年 關稅的關卡 才可以去其他地方 第三 就是靠海外資本 造成經濟發展 所以大陸 就靠香港資本 靠美資 日本當年也是靠美資 台灣的那些 不用說 這四波的經濟 基本上就是這樣 所以你說這些經濟模式 可否所謂移植 其實很難移植 第一 中國的經濟模式 他當自己很大 自己很unit 很獨特 其實我就說不獨特 香港也是這樣 當年日本也是這樣 但是 到了最後 經濟發展之後 從所謂 以靠低價的輸出品 為基礎的經濟模式 不可以長遠發展 現在中國就面臨這個情況 所以他要發展所謂 新質生產力 即是AI 因此 由於這些生產力 很高度 是高端的 變成他不可以大量 不同所謂的製造業 製造業大量固定人手 製造的貨品 就輸出外國 這個模式 已30年 所以我們澳洲 澳洲到現在都 Made in China很多 我見到Kmark 那些長的歲夫 10元一條 馬上買兩條 Made in China 當然質地一般 但也可以穿 你看到 短褲 波褲 多便宜 好便宜 不止質地不好 手工也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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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貨品 但現在要轉向新型 新型的經濟 所以大陸現在的失業率很高 肯定是失業的 以往中國是農民80% 一路轉到過去大約50-60% 但是30-40% 仍然都是工人 那些是民工 工人 但現在轉向高端的產值 那些產值 那些是很有限的 AI 晶片 電腦 這些 這些很有限 所以現在青年 大學不移出來 千多萬 每年 根本就是 沒有人 找不到工作 輸出移民 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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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停止宣佈之前是百分之二十幾% 你想想 青年 失業率 二十幾% 其中包括大學生 當然 因為他製造業是稅落 那他國家當然 共產黨都想發展 想保住政權 他都要發展 他是發展 他有些AI 有些各方面發展 可能比得上美國 但其他的傳統奏業 雖然是這樣 但他仍然很多 所以澳洲仍然都見到 碎庫等等 或者是波鞋 拖鞋 兩元一對 這些 這些 仍然都見到 但他現在經濟低迷 經濟低迷 所以 你說他口頭上 什麼社會主義 其實大陸很多時候 社會主義是說平等 其實澳洲可能比大陸更平等 當然 大家都知道 澳洲 什麼都說平等 那些是說人事的 背後 這些是傳統的 人事 這些是傳統的 你有沒有解決方法 有好辦法可以 改變中國 很難 中國好像一艘大陸遊船 那些人說 轉彎很難 你怎樣改到 日本低迷是否因為這樣 這些龐大的經濟問題 日本自從安培之後 較為好些 他現在幣值很低 大家都覺得去日本很值得 所以 日本 我想他有自己的解決方式 我想他都不會 需要外人去代言 不過 其實 我們作為普通百姓 有福利便可以 就是 你想那麼多 都很難 你很難幫他們 解決的事情 你會覺得 以你的判斷 或者以你的認知 現在大陸有什麼情況 你覺得他有個能力 走得出去 或者如果走不出去的話 會搞到幾嚴重 不後果 不會 其實 YouTube裡面 有一兩個經濟學家 說得很好 有一個叫許承江 你留意一下 聽聽聽 另外有一個程曉龍 這兩個經濟學家 都是講過語的 他講得不錯 你可以聽聽 YouTube 程曉龍很厲害 程曉龍 程曉龍是 姓Jones Gino Gino 他有些經濟所 這兩個人講得不錯 有的 有沒有字的 有沒有失態度 甚至字 字幕 我知道 因為我聽過語 所以我不知道 應該沒有 可能有 可能沒有看 沒有留言 有的 在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一個很著名的科學家 他是離心分子 當時中國是比較開放的 所以他向中國進言 向當局進言很多 即是進間 寫很多文章 自然科學家 他的兒子 許成江 去了英國讀經濟 現在就在英國居住 程曉龍 是八十年代 八九民運之前出來的 我突然是進去一間植博士 不知道是聖聖堂 他是什麼裏目搜捕 美國 是美國 現在呢 我看他呢 做YouTube播送的時候 就是穿著西裝 穿著大胎 不斑有禮 我覺得他很專業 專業的YouTuber 是 賺錢的 他是經濟學家 是經濟學家,所以我又覺得他講得不錯,我聽了幾遲都覺得他講得不錯 當然中國的經濟,如果你問我的看法,我雖然不太懂經濟,其實不算懂 我覺得由於他是一個封閉的政體,他做什麼都沒人知道 他可以做很多事情,西方國家不能夠想像 譬如很簡單,他的銀行不准你的存戶拿錢都可以 這個已經做到盡了,不准你拿錢,前一陣子鄭州的人在橫押 當地政府不准你拿錢,如果他們這樣的手段都可以拿到 所有的破產都可以封閉,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你看看以前 磨阿東時代五、九年,大饑荒死了幾千萬人 當時黨控制到每個村落派民兵守住不准飢惡村民走出村 是呀,不准你出去守住,那些人真的聽說不守 即是餓死他們呢? 餓死,不准餓死,派民兵守住 多人得罪 不是呀,根本就是,即是餓死千萬人那時的經濟 都不至於整個體制崩潰 何況現在更加不會 他也有方法,因為現在起碼,沿海那四五億人 即是由山東一路下來,天津、浙江那一帶 那裡有四五億人是中產街過來的 所以有些人出去旅遊的就是這班人 去日本旅遊,看櫻花,來香港買些貴的東西 雖然現在不來了 或者來澳洲旅行的就是這班人頂住 即是說呢,他的經濟呢,他怎樣爛下去呢 他都有渣娜 有四五億人可以支持 因為他始終有內部需求 你內部需要出產東西 他雖然現在外資少了 但仍然有些外資不信邪 覺得中國市場好玩 利潤得 有些外國人都是這樣認為 即是你,Bill Gates也進去 Bill Gates也進去談 Google的總裁也進去 即是前一陣子 習近平親自見一班大嚴重企業的巨企 的CEO 習近平親自見,要他們來投資 即是中國那種優惠政策吸引到 因為中國看穿資本主義的劣根性 即是那些商人是為利是頭 這個事實上也是 因為資本主義的徵稅 那一月一定要有利潤 有利潤才可以再生產 然後再投資 生產再投資 生產再投資 那些利潤從哪裡來呢 中國那麽大的市場 始終沒有人,或者沒有人想Pilak 他管理其他中國人,或者平民 他都不理會 他就覺得自己有利益 所以他不是一個所謂開放的系統 所有媒介都是被國家控制 那不同於香港 香港現在至少有些媒介都爆 那些壞事 譬如有些關注店鋪 折迫的群組 即是折迫 即是今天 即是今天刪了多少間之類 登出來 那些人知道 還有香港的銀行有規矩 因為它有些國際性 它不可以亂來的 香港的HSBC 就是撿得很嚴 我有個學生在裏面做法律組 即是法律條文組 是專門看著 即是他們行內的那些 要服從美國的Sension 法律 他們看得很嚴 又說香港有些銀行 禮拜天都開門來收戶口 收大陸來開戶口 是嗎 是的 非法的 即是星期日應該休息 規定到 在香港很多銀行都開門來 開門來就是讓大陸到香港開戶口 因為禮拜天都開了 可能要找些香港人靜 好了 我繼續說 民主制度的危機 不過這個危機 其實我主要想提出一個現象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近來很多國家 都是所謂國會拿不到多數 全部都需要恰早政府 包括澳洲 即是說你執政黨拿不到多數 那你靠其他的烏合之族 在這裡 美國都是眾議院 共和黨拿多幾席 都不行 以色列 德國等等 很多都是 所以變了這個是 當然了 保守黨 英國保守黨 就多一點 就來選舉了 7月 即是最近宣佈了 但是我覺得 民主制度裏面拿不到多數 其實這是一個危機 至於你原因是什麼 原因我又覺得是這樣 就說以前傳統的 因為實際上在政治學裏面 包括民意 政府如何宣傳等等 這些題目 我覺得是由於社會 社交媒體的興起 現在各說各話 無數多的 無數人的評論者 無數的頻道 每個人都可以選擇自己 所謂on demand 就是Netflix on demand 或者SBS on demand on demand 就是你按 你什麼都可以 你什麼都可以看到 你自己可以宣佈 這些言論的多元化 形成了價值的混亂 或者價值的多元化 於是人的作抉擇的時候 很多時候會動搖 或者搖擺 變成傳統的大黨不能夠凌駕 或者不能夠控制它 一些傳統的所謂的票員 傳統的票員的基礎動搖 傳統不再傳統 傳統的票員分散了 譬如現在最容易看到的就是 22年的大選 所謂獨立議員 和綠色的議員是大勝的 事實上工黨 自由黨的失敗很慘 工黨都不是拿到多數 直到現在都是 我想其他國家都是 所以變成這種會形成 一個政黨的軟弱性 因為他票數少 所提出的議案 往往不能夠隨便可以拿到多數通過 或者很輕易地通過 變成他提出政策之前 他左思又想糾纏一輪 爭扎一輪 甚至提出之後要compromise 和綠色黨談 綠色黨又要次次開大 你派一千元就不夠了 派一千元吧 變成這樣 變成了你領導的國民的堅強性會削弱 我認為整個社會溫於價值混亂 所以我覺得 … 但這個也無法 因為社會社會社會媒體的增長是波可逆轉的 現在更加多AI更離譜 更多元化 更多假消息 假消息是令民眾分化的一個根源 人們不知道信什麼好 所謂的含於判斷癱瘓 即是不能判斷 很多時候不能判斷 所以這就是危機 接著講政治參與 政治參與 理論上來說性質應該是自願性的 其實投票都是政治參與 不過我沒有寫到 因為在澳洲投票是強迫成的 其實應該寫上投票 投票是一種選擇 一種政治參與 證明你是傾向哪個政黨 他都要深淺程度不一 或者是由最淺的私下討論 即是我們私下討論 接著是發表言論 發表言論有很多種 有些是公開說話 有些是社會媒體說話 有些是報紙發表文章 社會媒體說話 社會媒體說話 你可以發表系統性的 批評政府的言論等等 接著是遊行 示威 集會 這些 證明你有所表達 有所贊成 對某些價值觀 或者政策 這些是比較激烈的 因為你走出去 你不是噴口水 如果是媒介 文章 只是噴口水 遊行示威 你親身 比較激進 一些 你用力 比較大一些 接著 再用力 就是參加政黨 參加政黨 成為會員 積極的 或者消極的 參加政黨 政黨的 或者幹事會 理事會 你成為會員 你就更加積極了 會的政黨 事實上 當然很多組織 其實 如果我們年紀比較大 都經歷過一些組織 大致上 組織來說 真正積極 可能是百分之十 不會超過百分之十 另外百分之二、三十 可能是中間 做義工 另外百分之六、七十 很多時候 是被動 你可能叫到 或者偶然來 很游離 所以參加政黨 是一種積極的 表示自己的政治政見 當然 如果參加政黨之後 你成為積極的會員 你可以參加 參加裏面的所謂職結會員 然後提名 等等 你可以跟著做 另外更進一步 變成組織政黨 組織政黨之後 你親自發動 親自發動政黨 然後 最後階段 就是來參加競選 競選 跟著是州議會 跟著是聯邦議會 跟著是聯邦議會 一路做起 最低做起 跟著是組織政府 組織政府 當然是你成功 參選成功 你組織政府 組織政府有很多種 有很多的身份 可以是部長 你可以做黨領袖 可以做副領袖 而政府裏面 我們通常都沒有說 政府作為一個體系 其實有三部份 一個行政機關 一個立法機關 一個司法機關 司法機關比較被動 因為他是做法官 裁判 審理案件 裁決的問題 比較被動 這是有另一個專業的體系 途徑進去的 立法機關 就是我們所謂眾議院 參議院的立法機關 如果香港就是立法會 當然在議會制裏 立法機關同時 也是行政機關的基地 因為你要選到成立法會 才可以參與內閣 參與內閣 參與內閣之後 你要成為首相 你又要再競選 即在裡面再競選 會進一步 其中一個總統制 我剛剛說過 總統制權力制行比較好些 議會制權力制行沒有那麼好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那個首相 是來自於議會裡面的人 那些人 那些执政黨 多數的执政黨 選出首相 即是說 制行他 幾乎是沒有人 因為如果他拿到多數的話 而多數的黨員 或者黨友 或者議員 是贊成他這條議案 實通過的 因為你反對黨 by definition 就是你競選出來之後 那成果已經是少數黨 反對黨是少數黨 反對黨少數黨 你對那些执政黨 是沒有制行的 所以他要封得封 要語得語 即是變成這樣 但是 美國的總統制 由於是各自選出來的 總統在法律上 可以否決議會的議案 其實挪回交叉 一兩次之後 即是說 議會不會要封得封 要語得語 因為總統制行你 而總統也不可以要封得封 要語得語 因為議會制行你 所以 相對來說 講制行來講 其實總統制就好過議會制 議會制是 所以你說希特拉 希特拉是靠民主 有一次葉劉就說 葉劉就說 葉劉就說 他那時說民主的衰處 他就說 希特拉是靠民選上台 所以民主就衰了 他不知道 希特拉民選上台之後 實行議會制之後 利用他多數不斷引入獨裁法例 從而慢慢奪取議會的權力 而終於達到個人的獨裁 變成這樣 所以議會有這件事 如果是總統就好些 好些 OK 組織政府 這是最後 最後變成執政黨 所以政治參與 其實是一連串的 越來越投入 越來越用力的一種過程 政治參與不是一個過程 不是一件事 就是政治參與 其實是 很多時候 我們普通百姓 都是政治參與緊 不過我們不知道 比如我們日常在談談 朋友之間 媽媽是誰 媽媽是誰 那些都是政治參與 因為你投入 你說話 你有評價 政治參與 當然 和你親自去競選 總理 或者parlament member 當然是另外一種參與 教授 教授 這裡說政治參與 你給我的感覺 是以一個大的政府為基礎 就是我們人民 可能我們政治參與的最高層次 就是政府